歡迎收看群球現場 沒有天下 我是李小茹 這星期來看的話題是 美國第一大臣紐約市 新任市長亞當斯走馬上任之後 公立學校的餐點 出現了重大的變革 亞當斯以學童的健康 為出發點 規定每週五 所有學校的餐廳 都必須要提供純素飲食 而看好這一股新興的素食飲食蜂巢 以色列一家植物肉業者 正積極加碼投資 他一方面在荷蘭開設新的工廠 另一方面則在國際大都市 舉辦巡迴品嘗會 要推廣各式各樣的植物肉料理 五十位主廚 餐廳業者 以及美食評論員 聚集在倫敦的日本料理餐廳 參加業者舉辦的植物肉料理 品嘗會 這鐵板上烤得自自作響 看似大塊紅肉的照燒牛排 以及精美可口的煎餃 都是利用3D烈飲技術 以黃豆 碗豆蛋白 鷹嘴豆 甜菜跟等食材 製造出來的酥肉料理 以色列的新創工事 新日計劃二零二二年要在歐洲市場 開拓更多的據點 近兩個月積極地在英國 荷蘭 以色列等三十多家餐廳舉行巡迴品嘗會 展現植物肉料理的多元風貌 接下來還將在荷蘭設立新的工廠 預計每年將可生產五千噸的植物肉 目前每公斤的售價定在二十五銀鎊 相當於新台幣九百五十元 美國最大城市紐約市二月份開始 市區內的一千八百多所公立學校 總計一百一十萬學童 每個星期五校園裡的早餐午餐將提供純述飲食 我們對我們責健康的責物 一聲音話說我們在一起 抗鬥小肌肉、病人、疾病 未來你進入一個校園 每天天見到食物 責健康的責物 我不會成為了 我們必須有孩子 我們必須要有選擇 孩子們在我 他們說他們想做得更多的食物 我會做到最好我可以 第一个星期校餐推出的菜色有纯素墨西哥饼 调味花椰菜 黑豆玉米沙拉 水果以及脱脂牛奶 同一天美国农业部则是宣布了新的校餐营养指南 从学童的健康成长为出发点 要求校方提供低脂或脱脂牛奶 增加全股类食物的份量 校餐里的每周纳含量则必须减少10% 纽约市至2019学年度开始 禁止公立学校餐厅提供加工肉品 乳酪三明治和火腿三明治全被下架 并推行了无肉星期一的活动 鼓励学童要吃得健康 新任市长亚当斯就是纯素饮食的实践者 进学期间就将健康饮食列为证件之一 尤其是要让学生吃得健康 不过从学生的反应来看 纯素餐点的菜色 可能要多花点巧思设计 因为不少人认为周五的纯素餐 让人很难胃口大开 公示新闻网贵文编译 在伊朗有一万一千多人 因为没有钱偿还债务 必须得入奸服刑 直到还清债务 而为了帮助这些人还款 伊朗有两位更生人 他们合作开了一间监狱餐厅 让来用餐的客人体验一下吃饶饭的感觉 并且把盈利用来雇用欠债的囚犯 协助他们还债 穿着黑白条纹的服饰 戴上铜捆花纹的帽子 这些看似囚犯的用餐者 实际上可是来餐厅消费的客人 伊朗首都德黑兰 有一家特殊的餐厅 是两名更生人合伙创业的餐厅 专门雇用因为欠债没钱还 必须入间服刑的囚犯 法新社报道 伊朗对于支票跳票 付不出承诺好的聘金 跟无法还贷款的惩处 非常严厉 欠债的人必须坐牢 直到还清债务为止 而伊朗目前至少有 一万一千人是因此而坐牢服刑 相当于入坚人口总数的5% 创办餐厅的两位老板 纳卡哈特跟阿里扎德 原本是事业伙伴 却因为生意失败 一度没钱还债而坐牢 出狱之后两年 他们决定开创监狱餐厅16号牢房 帮助无法还款 离开监狱的犯人 而这个构想也迅速获得了 民众支持 叶者将餐厅装潢得跟监狱一样 让民众享受美食的同时 也能体验当囚犯的感受 透过社区媒体的帮助 也在五年多的时间内 开了好几家分店 分别在德黑兰 伊斯法海 以及过一阵子就要展店的阿拉克 除了餐厅的部分盈利 会用来帮囚犯还债外 业者也会透过网络募资协助 并且从欠债的囚犯中 挑选已婚 有小孩 或是因为年迈疾病等 无法工作还债的人 优先给予帮助 而这个构想也让许多公益协会 跟名人参与协助 根据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 这个计划目前已经捐出了 1亿3000万美元 相当于台币36亿5000多万 帮助了数千为囚犯还债 过去在监测生物数量 会利用定点技术 或是生探计测的方式 去推测现存的数量 但是现在随着DNA检测技术 越来越成熟 科学家现在已经可以利用 空气当中或是水当中的环境样本 从中去截取出动物的DNA 不只可以用于监测生物的多样性 还可以找出外来物种 小小方形的滤网 安装在动物园温室里的排风 随着DNA检测技术 越来越成熟 科学家现在可以在空气中 取得环境样本捕捉动物的DNA 动物身上的组织碎片 生殖细胞乃至排泄物都带有DNA 移动的过程中会掉落在各处 研究人员采集土壤 空气和水源的样本 就能抽取环境DNA 进而得知所处环境有哪些物种 掌握生态系的食物链 环境DNA可用于监测物种的多样性 也能侦测出外来物种 特别是水底生态 过去丹麦哥本哈根动物园 也曾经利用这项技术 来侦测园区生物数量和分布情形 尽管环境DNA这项技术 在研究初期取得良好成效 但还是有它的缺陷在 像是在热带雨林物种数量太庞大的地区 就不那么适合 相较过去利用镜头捕捉动物 推测生物数量的统计方式 采集环境DNA显得更有效率 也不具潜入性 可以减少对野生动物生活的干预 虽然现在资料库中 已建党的生物DNA序列数量不多 但研究团队希望能在未来 建立套标准化流程 来捕捉顺习万变的生态系 公事新闻本编译 过去几个月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海边 不断地有海龟死亡 而经过解剖之后 发现几乎都是误实了塑胶垃圾导致的 而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报告 塑胶垃圾已经严重威胁海洋生态 若是再不采取有效的行动 到了二零五零年 海中塑胶垃圾可能会增加到四倍之多 海浪不断拍打 海龟却趴在沙滩上一动也不动 日前有游客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第三大城沙家的海滩 发现了这具海龟尸体 紧急通报相关单位 经过研判 确定海龟的死因 是雾石塑胶垃圾 拖盘里装的废弃物全是在海龟的消化器官里发现的 研究人员指出 阿联有百分之七十五的绿溪龟和百分之五十七的赤溪龟 在死后解剖都发现肠胃里含有大量垃圾 这样的状况不只发生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报告指出 塑胶污染占海洋污染的百分之六十 超过八成的海洋生物受冲击 从最小的浮游生物到最大的金鱼 而范围也从海面到海底 南极到北极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报告中还提到 根据推算 每年大约有1900万至2300万吨的塑胶垃圾 流入大海 2021年有团队针对555种鱼类进行检测 发现有超过一半以上 身上都带有塑胶为例 再多的浸滩活动也无法解决目前海洋垃圾的问题 因为有许多废弃物早已沉入海底 甚至成为海漂垃圾跟着洋流移动 因此基金会也呼吁减少海洋垃圾应从源头做起 也就是个人行为的改变 否则到了2050年塑胶垃圾将会增加至四倍 今年的2月28号到3月2号 联合国的环境大会将在肯亚首都奈洛比登场 环保人士呼吁希望各国能制定国际条约 以应对塑胶污染 公事新闻王布文编译 在肯亚的维多利亚湖 有一种外来种的水生植物布袋莲 因为它的繁殖力快速 常常会堵塞河道和水道 因此被看成是有害植物 而为了解决问题肯亚当地有企业 从几年前就开始用布袋莲来进化水质 并且制造造造器 当成烹饪燃燃料来使用 赋予布袋莲广泛的用途 湖面上郁郁匆匆的布袋莲 生长得相当茂密旺盛 只见军民们摇着小船 开始把布袋莲整把整把捞上船 准备带回去处理磨碎 原本生长在南美洲的水生植物布袋莲 在二十世纪初开始出现在非洲 因为繁殖力惊人 还一度成为堵塞水坝河流 让水生生物无法获得充足阳光 进而影响当地生态的有害植物 然而位于肯亚奈洛比的绿色南原供应商 却让布袋莲转身变成对居民有益的植物 过去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 有七成到八成的居民依靠木炭或木柴当作燃料 但是长期燃烧木炭产生的烟雾 导致高龄者健康出了问题 但生长过多的布袋莲 叶子含有比例很高的碳跟氮 让当地的绿能制造商就跟阿斯特杰利康制药公司合作 将布袋莲放入机器研磨成泥状 并且跟消毒过的积粪混合放置 就能将有机物转化为沼气二氧化碳跟水 而其中产生的沼气就成了居民用火时的燃料 除了健康问题 以含有甲烷的沼气当人料 在使用价格上也比木材便宜许多 受到当地居民用火的程度不同 每个家庭一天得花台币72元到146元不等购买柴火 尽管当地的绿能制造商一天能够处理200公斤的布袋莲 为50个家庭提供沼气 但要使用沼气的设备可不便宜 安装相关的设备成本得花约650美元 相当于台币18000元 让很多人负担不起 根据非盈利组织环境保卫基金表示 一般沼气内还有三分之二甲烷跟三分之一的二氧化碳 把这样的甲烷当燃料都会排碳污染空气 但是由布袋莲产生的沼气 一般能够自然在大气中被过滤掉 因此在大气产生的化石炭也会比较少 工人新闻陈宋秉毅 在许多开发中国家 尤其是非洲的偏远地区 正常的电力供应仍然是奢求 新冠疫苗很难用传统冰箱低温保存 就形成防疫大破口 肯尼亚有一位发明人 他就灵机一动 把原本提供给农夫储藏鲜奶的太阳能冰箱 改装成vaccine box 方便携带 也可以用电池来充电 就成为偏远地区民众的抗疫力气 一批救命的疫苗送抵肯尼亚卡耶亚多的卫生中心 但要如何将这些小玻璃瓶转送到偏远地区 令人伤透脑筋 护士瑞秋以往会用装满冰块的冷藏箱 但冰块一融化就弄得湿答答 温度也很难控制 现在他有了新选择 就是太阳能电冰箱 在许多开发中国家 尤其是非洲的偏远地区 正常的电力供应仍是奢求 要运送容易腐败变质的货品 成为一大挑战 vaccine box的发明人诺拉 原本只设计用来帮农夫 存放容易腐坏的鲜奶 疫情爆发后他才意识到 可以拿来运输疫苗抢救人命 vaccine box同时也具备像是手机的USB充电功能 容量换算可装下至少三千剂疫苗 对偏乡诊所来说 可是大有帮助 完全充电需花两小时 可维持九小时的电力 奈洛比大学教授 病毒学家朱里斯认为 Vaxine box让疫苗维持在对的温度 这件事非常重要 Vaxine box确保疫苗以一定的品质 送达指定目的地 对于一些住在偏远地区的民众来说 是唯一能打到疫苗的机会 也是对抗COVID-19 进而保命的方式 公司新闻林少如编译 感谢您这个星期的收看 下个星期同时间 全球现场漫游天下 我是李小如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